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50个基点 这个已经在市场已经是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基本上它会损坏美国的股市 这么讲 当然昨天当然是有跌 可是跌了之后 它稍微有一些小数的平仓的一个欲伪 就是说行情结果是没有跌那么凶 只是还是有输回来的一个现象 导致这个礼拜星期五是主要的一个重点 大家肯定要注意一下 在道琼我们看到道琼这一轮 来到最低 昨天晚上来到32,612点 然后收盘的时候在32,000将近800点 所以导致它有数 大概有将近180点左右 所以没有跌那么惨 可是我们看到星期二的跌幅非常凶 导致短期里面可能还会继续的跌 我短期的一个目标是32,200点左右 这个价位应该是有机会来的 那当然有另外一个看法 就是说行情从28,660点涨到这边 可能如果我们认为上个礼拜的低点 在32,500点是一个低点的话 如果它没有过的话 它可能还会继续的往上涨的空间 可是目前的可能性应该不是很高 可是还是不能排除 短期里面应该跌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点 相比的话我们看看S&P500 S&P500现在在挣扎 虽然它是有点涨 可是涨的那个单额 经过星期二那个跌幅 导致短期里面它可能还会继续的跌 短期的目标是3811点左右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否是告诉我们行情已经到一个底了吗 也不一定 因为如果是我们以去年10月份的底 在3491点这个涨幅看起来 因为它看起来还没完整 可能还会有多一个可能性 就是往上面走在4374点左右 所以两方面都有这个可能性 可是短期里面刚才讲过了 跌的可能性会相比的话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是它呢 基本上它的那个涨幅呢 从那个1440点呢 涨到12881点 基本上看起来比较完整一点 所以它跌的可能性相比的话都比较高 虽然最近呢 它的跌幅没这么凶 相比的话跟那个 道琴跟S&P相比较的话呢 纳斯达呢 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昨天晚上呢 B4的时候它还是有点涨 所以呢我们看看短期里面 可是如果是道琼要跌的话 我觉得纳斯达也没办法撑得住 它短期里面跌的可能性相比的话 跌到一万一千 四百多点的那个可能性还是有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做一个参考 OK 我们来看看亚洲盘 日行指数呢 今天呢还是在猛冲 因为呢 它的状态 它的状态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新来的那个 就是下个月 要上任的那个 日本亚航洋长呢 它会保持目前的这个 负利率的一个状态 导致呢 这个是对日本股市呢 是它肯定会有一个冲力 导致呢 相比的话 它是比较温和一下 所以呢 可是呢 这个东西呢 是这样子的 它能保持这个负利率的 这个状态多久呢 因为全球的利率都要攀高 特别是月中 如果是美国亚航 再继续的把利息给推高的话 它的压力肯定非常非常的大 导致呢 这个长期来看呢 日本股市呢 能继续往上走的可能性呢 就是它的空间也不会太过多 所以短期里面 我们就顺着它的水流 就看到它能涨到多少 目前来看呢 如果它继续的涨的话 它肯定会在三万点那边 肯定会碰到门槛 就是两万九千两百点 左右它就会碰到钉子了 所以我们看看 它到底能不能越过 那个两万九千两百点左右 OK 恒生指数呢 今天早上呢 是还是比较 比较弱 虽然今天早上呢 有公布 中国的那个消费者指数 是比预测好很多 就是说呢 它应该有办法 就是继续的往上走 就是说呢 以中国的立场来看呢 它对通膨这个看法呢 它也不需要大量的推 推高利息 而且呢 中国也没有这个打算 要推高利息 从去年我们看到 从3.7 它只是跌到3.65 那个利率 所以变成呢 它跟主要的央行呢 的一个方向是刚好是逆方向的 它是保持沉稳 所以目前今天早上公布的那个消费者指数 应该是给它一个 就是一个鼓励吧 应该是说呢 它也不需要对利率那边有什么看法 导致呢 行情应该是有办法 有办法往上冲 可是呢 因为目前呢 美国股市开始有点站不住脚 导致呢 可能这个呢 也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导致呢 亚洲 亚洲股市呢 除了日经之外呢 应该是有一点点疲惫的一个感觉 短期里面 如果它继续下滑的话 我感觉它应该有办法来到 18,000点左右 OK 那个CSI300呢 它目前呢 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就是呢 它从4267.6的下滑的空间呢 它是非常缓慢的一个下滑 导致呢 看起来很明显 它这个只是一个回调的一个动作 就是技术上一个回调 回调之后呢 如果它可以在4,000点左右呢 可以平着 可以稳住脚的话 从这边它还是有办法弹上去了 上面的空间是4,300点左右 OK 我们看看能源吧 昨天呢 能源价格呢 又在跌 可是呢 这个跌幅没有比星期二的跌很凶 因为呢 主要是 如果是大家看到那个美国央行这一次呢 是以那种强硬的一个语言来 来告诉我们 它可能还会继续的调高利息的话 可能会调高更高更远 那导致呢 这个对美元肯定是一个好处 那因为它的这番话呢 这两天呢 昨天它还是继续在美国国会里面有发言 可是昨天呢 没有新的语言出现 就是说呢 它星期二讲的那番话呢 导致美元的大 大致上都已经上扬了 导致呢 农场比一般的话 如果是美元走高的话 它都会开始衰落 这个对能源市场也是一样 所以呢 我看到石油价格呢 从80块9毛钱跌到最近的 那个昨天的那个76块1毛6 我原本很漂亮的一个做多的那个单子 结果也被也被踢出场了 可是呢 基本上还是赚钱 可是呢 因为星期二的跌幅太过凶了 导致呢 昨天呢 我就把那个止损单呢 放在我第一笔最糟糕的进场的这个价格那边呢 不赢不亏的价格呢 基本上是平掉 可是我下方的多单呢 也是有点获利 基本上呢 是没有受伤 可是呢 有点失望 那短期呢 短期来看 我们看这个行情的一个走势呢 它是已经在这个81块到那个72块的空间 9块钱的空间里面 在这边徘徊 可能这个徘徊可能要一段时间 所以短期里面应该 能有市场呢 以石油来看呢 应该是没什么大机会 OK 相比的话 那个天然气呢 昨天也是一样 它这一次呢 虽然石油有一个回跌的一个现象 可是呢 在天然气里面看不出来 有同样的一个影响 导致呢 那个天然气呢 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价格 目前在2块6毛钱 基本上我也已经做多了 OK 所以我再看看行情能走多远 黄金嘛 黄金同样的 因为美元星期二走高 导致呢 星期二我们看到 黄金有个比较大的跌幅 跌到1817块 那昨天还在继续的跌 有来到1813块半左右 OK 所以我们看到行情呢 现在是在这个位置里面 应该有办法撑住 因为呢 短期里面这个技术上呢 应该是有61.8%的一个回调 再来的话 它这个三波浪型的回调呢 也是在1800块 所以呢 在1800块到1810块左右 它应该有办法撑住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它可能是在准备短期的一个反弹 OK 赢这一块呢 就相比的话就比较弱 这一次呢 赢的跌幅比较大 我们看到星期二呢 赢的基本上跌了4% 所以相比的话 跟黄金相比的话 它是比较脆弱 最基本昨天呢 又来到这个比较稍微低点 就是来到突破20块 来到19块9毛半左右 所以呢 短期里面看不出 它还能 它能撑着住 短期里面 如果它继续下滑的话 我觉得目标是在18块9毛3 9毛4的空间里面 应该有办法 因为这个是个技术上的一个价位 OK 美元刚才讲过了 美元基本上是在继续的往上爬 之后 因为呢 星期二 那个美国央行 他比较强硬的态度 语言呢 导致大家对美元的看法 是因为呢 调高率性的一个可能性 导致呢 它一直往上冲 美元指数呢 10587 可是呢 没有继续的往上走 因为呢 大家都在等待星期五的飞龙的一个报告 我们看看 别的主要货币 主要货币 当然美元涨的话 主流货币应该是跌了 星期二我们看到欧元对美元跌 跌到1.0546 然后昨天又再跌一点点 在1.0524 或者今天早上呢 应该撑得住脚 短期里面应该会在这个 继续的跌到1.0335到1.0430的空间里面 这个价位呢 我觉得是短期里面 如果他撑得住呢 应该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撑得住 英镑这一次呢 有很明显的一个跌幅 经过两个礼拜的一个盘和横盘之后呢 星期二呢 我们看到 英镑呢 很明确的就跌 昨天晚上呢 又再跌到1.18 1.18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支撑点 1.7920到1.1780左右 这个空间里面应该是有办法支撑 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撑得住 如果他们撑不住的话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的话 就是告诉我们呢 这个英镑的一个走势呢 可能有这个风险呢 就是从去年的 去年的9月份 在1.0350那边呢 开始涨的那个反弹呢 应该是 基本上应该是走完 可是呢 目前来看 因为它有一个五波浪的一个形状 导致呢 我觉得 短期里面涨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因为呢 技术上来讲呢 这个1.1840呢 是一个 是个主要的一个价位 虽然目前的行情是有一点跌破这个价位 可是呢 我觉得 1.18呢 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 支撑点 有这个可能性还会从这边开始反弹 OK 澳币呢 星期二跌幅也是蛮大的 可是呢 昨天呢 虽然有来了一点点稍微低的一个价位呢 可是基本上已经 已经是 技术上有一个撑住点 因为呢 它已经回调 百分之六十一点八 这个价位是 0.6540 那昨天最低价位呢 是 0.6570 左右 所以变成呢 在短期里面应该是有的支撑 OK 所以呢 要注意这个一点 那个 0.6540 OK 美元最低日币 昨天呢 有明显的涨 OK 达到137.91 可是呢 今天早上又要输回来 短期的目标还是在 13960 到14250的空间里面 我都跟大家讲过了 我最基本最基本的那个目标 139 可是呢 严格来讲 它还有可能来到13960 到13250 美元对加币呢 昨天呢 很明显呢 就算今天早上还在继续的攀高 可是呢 这个走势呢 已经来到我的目标了 这个目标 是13740到13850左右 所以目前呢 这个价位呢 今天早上最高价位呢 是来到1.3817 所以变成呢 短期里面应该是 不可能再继续追了 因为短期里面 它有这个风险呢 就是说 它可能会做一个回调 OK 我们来看看 比特币 比特币基本上是没什么大波动 昨天是有一点跌 OK 可是跌幅也不是太过凶 因为交易量也不是很高 昨天最低来到21000 将近600块 所以呢 在这边已经撑住 短期里面 因为它从这个25270块 在跌的时候 以太郎呢 也是一个五波浪的一个形状 来到1772块 从这边开始回调的话 它也是三波浪型的一个结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可能会在1450块 在1495块呢 这个空间呢 应该有办法支撑 如果它没有猛跌的话呢 我这边应该是有办法 从这边开始又再来一股 冲浪 OK 所以呢 我觉得上涨的空间已经很明显 可以看到 OK 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 那今天好了 到此为止 我明天再跟大家做报告 拜拜